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胜任轻大夫的职位 这其实也是对弟子的评价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第122则 说 中公问子桑伯子 子曰可也简 中公曰 居敬而行简 以林七明不亦可乎 居简而行简 乌乃大简乎 子曰 庸之言染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中公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 中公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 孔子说这个人不错 他办事非常简约 这是他的特点 可也简 那么中公又说了 如果态度严肃认真 而办事简约不凡 这样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 就是说 居敬而行简 以林七明 这样的话是很好的 如果态度马虎 举简而行简 就是本来态度都很马虎 办其事来又很简约 那不是也太简单了吗 乌乃大简乎 子曰 庸之言染 孔子说 你说的话是非常对的 非常对的 那么从这段诗声之间的 这种对话当中 可以看出来 孔子主张做事要简要不凡 但是这种简要 并不是说内心非常的随便马虎 简单办事 而是内心 从内心来讲 一定要严谨敬畏 做事简约 不要去老是扰反百姓 扰反百姓 那么整个这一段 其实就是孔子和中公 来讨论子桑伯子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风格的 形式风格 然后顺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子桑伯子是鲁国人 其他的事迹并不是很详尽 好 接着我们来看 123则 哀公问 弟子书为好学 孔子对约 有颜回者好学 不迁怒不二过 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则亡 未闻好学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讲什么呢 很简单啊 鲁哀公啊 问孔子说 你的学生当中谁最爱学习啊 孔子回答说 有个叫颜回的 他最爱学习了 他从来不迁怒于别人 迁怒呢 就是说 从来不把 对此人的怒气发泄到别人身上啊 也不犯同样的过错 不二过 二呢 就是重复的意思 一再的意思 就是他不犯同样的错误 一种错误 他只犯一次 只是他很不幸短命就死了 因为颜回呢 死的时候呢 仅仅31岁啊 所以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 再也没有听到谁爱好学习的了啊 未闻好学者也 也就是说 他认为 他的弟子当中 颜回呢 是最好学的 那么孔子在这一章当中啊 深深的赞扬了颜回的好学 那么颜回的好学呢 不仅仅是指他的爱好学习 而且还包括他 不迁怒 不二过的 这样的一个心性的修养 自己有了过失 而不反省修正 反而呢 怨恨别人 这就叫什么 迁怒 那么是人所共有的 这种逃避的心理啊 那么对自己同样的过错呢 照旧再犯 也不思改正 或者对他人的过错呢 也不加以借鉴 自己也犯 那么这就叫二过 那么这同样是人所常犯的 但是颜回呢 却能做到 不迁怒不二过 可见他的德行和涵养 是极深的 而他呢 有这样的涵养呢 是由于他的好学 所以孔子在 对于他的英年早逝啊 感到非常的悲痛啊 好 接着往下看 第124则 子华始于其 啊 然子为其母请诉 子曰 与之府 请义 曰 与之于 然子 与之素 无饼 子曰 赤智士奇也 成匪马 依清求 无闻之也 君子周己不计父 啊 这一段话是讲呢 子华呀 啊 子华呢 是孔子的学生 啊 姓公西 明赤 自子华 也就是公西赤 这个名字 我们已经出现过了 也是鲁国人 那也是孔子的徒弟啊 子华呢 出世齐国的时候呢 染油呢 就替这个子华的母亲 向孔子啊 请求补助一些小米 这个染子呢 就是指的染球啊 自子油 也是鲁国人啊 素呢 是指的小米啊 孔子说 给他六斗四升啊 辅一辅 六斗四升为一辅啊 古代的计量单位 染油请求再增加一些 孔子说 那就再给他两斗四升吧 鱼呢 也是古代的凉气 两斗四升为鱼 那就再给他多加两斗四升吧 染油却给了他八百斗啊 给了他很多 饼啊 也是鱼之 这个素五饼 饼呢 那是古代的凉气 十六斗为一饼 一斗为十斗 那么加在一起 有八百斗给了他 孔子说啊 宫兮赤啊 要到齐国去啊 骑肥马 又穿着这种又轻又暖的皮袍 我听人说啊 君子应该救急那些 有急需需要的穷人 而不应该给那些富人怎么样 在富上天赋了啊 其实就是简单的讲 救急不救穷啊 那么这一章呢 表达了孔子做人这个原则 君子应当周记什么呢 应当应当周记的是穷人啊 争取穷人 给他们雪中送炭 而不是去跟那些富有的人 剪上添花 让他们更加富有 所以孔子这种思想 带有很普遍的这种 普世的意义啊 普世意义 好看第125则 原则之为宰 欲知素九百 此子曰 物一 欲而 邻里相当乎 啊 这句话呢 呃 是说呢 原则这个人呢 原则呢 这个人做了孔子的总管 原则姓原 名宪 其实叫原宪 自子思啊 也是孔子的学生 宰呢 是管家 就是说原则这个人 做了孔子家的总管啊 孔子给他报仇是 呃 小米呢 九百斗啊 他呢 就推辞不要 孔子说你不要这样推辞啊 不要这样推辞 多余的你用不完的呢 就给你的邻里相亲吧 啊 邻里相亲 这 其实这一章呢 和和上一章一样 都反映了孔子处理钱财的一种态度 就是自己有所富裕的时候呢 要变去周记那些邻里相当中的穷困的人 那么原则呢 也是孔子的弟子啊 呃 他做孔子的家臣 然后孔子给他那个 九百斗素来做俸禄 原则生活很简朴 要不要那么多 就加以推辞了 然后孔子就很体贴的教导他 你可以把多余的粮食分给乡里邻居啊 因为君子在独善之后 还应该去奸善他人啊 奸善他人 这其实是他处理钱财的一个 一个方式 就是你自己吃不完的小米 就周记那些穷人就可以了啊 好 接着往下看 第126则 子为中宫曰啊 梨牛之子心且脚 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啊 这句话的意思说 孔子对中宫这个学生说什么呢 耕牛啊 耕牛生的小牛肚啊 长着红色的毛皮 两脚呢 非常整齐 那么呃 梨牛呢 就是耕牛啊 耕地的牛 心且脚呢 就是祭祀用的牛 毛色的为红色 那个脚啊 长得特别的端正 这里的心字啊 不常见 它是指红色的意思啊 那么 这样的牛呢 虽然不想用来当祭品 但是呢 山川之神 难道会舍弃他吗 就山川之神 是不会舍弃他的 其实孔子在这一章呢 主要是用牛啊 来做比喻 讲举贤的观点啊 就是他认为啊 人的出身呢 并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要在于 自己拥有君子的道德 和出色的才干 这才是重要的 就是个人的出身是不重要的 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呢 就会受到社会的重用 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 作为执政者 选拔重用人才的时候 要英雄不问出处 不能因为人家出身低贱 而舍弃这样的贤财啊 好看第127则 子曰 回也 起心三月不为人 则起于日月 致焉而移 这则讲什么呀 说孔子说 延回这个人呢 他心中长久的都不离开人的 其余的学生呢 只不过短时间的能做到这一点了 其实这句话也是对延回的赞扬 因为什么呢 因为延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啊 因为他能够将人呢 贯穿于自己的一切的思想和行动当中 所以对孔子 以人为核心的思想 有非常深入的理解 那么延回一生啊 对人不停的追求 然后不停的实践 所以孔子以人作为修身为学的最高境界 他认为啊 自己都难以达到 所以他赞扬赞扬这个延回啊 三月不为人 而别的学生啊 则日月致焉而已 更反衬了这种延回的这种 难能可贵 那么整个这一则呢 是孔子评价了延回的人道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好 这是一百二十七则啊 这只是今月邦说 atomic neste 我肯定有什么关系 你们修意冲数都没得与一下 四十八七券 天ヶ五十二十四堆 老百八十二十九 成人